号称世间第一强者的剑圣柳白 与书院小石书柯浩然的差距有多大 拔剑问天时柳白真的达到了柯浩然的水平吗 江夜中的柳白是当世见到第一人 是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 在桃山光明记拔剑问天时战地达到了巅峰 那问题来了 战天时的柳白是否达到了柯浩然的境界呢 答案是远远没有 西陵桃山光明记 当柳白第一次出现在光明神殿时 柳白身上所有的信息 全都被传送到了浩天的脑海里 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他知道这个人类被称为世间第一强者 如果给他足够长的岁月 或者他真的可以变得像那个疯子一样强大 然而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刻 在天机算里 至少他现在不应该能走到这一步 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且即便他提前走到了这一步 为什么不继续等待数百年时间 等到他最强的那一刻 这段话是浩天第一眼看到柳白后的想法 很多人认为 此时的柳白提前达到了当年柯浩然的水平 但这只能说是阅读理解有问题 首先浩天承认柳白是世间第一强者 并且认为 如果给他足够长的岁月 柳白是有可能达到当年柯浩然的境界的 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有可能 也就是说 假如给柳白足够长的岁月 柳白的实力的上限 最多也就是战天使的柯浩然 另外浩天认为 现在的柳白还不是他最巅峰的那个时刻 而且在天机算里 柳白不可能提前达到这个水平 综合前文我们知道 这是因为柳白与夫子使用过的人间之剑 何二为一所致 最后浩天的疑问是 柳白为什么不等几百年 达到他实力巅峰的时候 再来挑战自己呢 而前面浩天算过 柳白最巅峰的时候 有可能与柯浩然一样强大 基础条件则是给柳白足够长的岁月 也就是说 此时的柳白还不够 此外 书中其他几处 也能看出柯浩然与战天使柳白的实力差距 柳白曾经说过 自己这套纵见万里不及身前一尺的灵感 来源于柯浩然 他的一生有五大恨 其中守恨就是不能与柯浩然对剑 可见柳白也是一名柯浩然的小谜弟 《桃山光明记》柳白与人间之剑形成共鸣 修成了人剑合一 此刻他无所谓迫不破五境 若五境之上有门槛 尽斩之 便是无量亦能斩 然而柳白战天失败后 原文旁白说 柳白不是人间第一个 向浩天发起挑战的人 但他却是距离浩天最近的那个人 不是因为他比柯浩然和夫子更强 而是因为浩天在人间 可见作者在战地定位上 柳白就是不如柯浩然 那两人的差距有多大呢 原文在描述屠夫的战力时说到 即便是柳白复生 也无法应接这一道 冠主也不会想应接这一道 除了柯浩然 从来没有人能应接屠夫的道 这明显又是一个实力对比 层层递进的关系 柳白与柯浩然之间 最少还差了一个冠主的实力 另外战天时的柳白 最多也就是一个上等第六境的实力 想要斩杀一名第六境的强者 恐怕要花点时间 而柯浩然在拔剑问天前 可是击败了西陵长教和冠主陈某 击败并斩杀了众多武精之上 和知命巅峰的强者的围忧 所以战天前的柳白虽然很强 但仍然无法碰死小师叔柯浩然 最后一点 从简大家的年龄猜测 柯浩然战天时的年龄 最多50出头 柳白到了几十年后 大概也就有60岁左右 而柳白最起码还需要几百年 才有可能达到50岁柯浩然的成就 可见两人的天赋差距巨大 中文字幕製作人